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度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们现在这一篇影片 会是我在被禁言了7天之后的 第一次重新恢复上传并且分享影片 如果你并不是每天在收看的观众的话 你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简单的说 我在上礼拜二的影片 在我的那个底下的连结里面 似乎提到 就是我提供了一些外部连结 可能是有关Pornhub或什么那些 就是YouTube认为 这一连结不太应该出现在 就是我的这个资讯栏里面 似乎大家点进去就会被污染到还是怎样 所以他们就给我了一个 这应该就叫黄标吧 给了我一个strike 据了解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 你得到是不是两个还是三个strike 你的频道就没有了 你累积起来不管怎么样就没有了 也不过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这个strike呢 是会有时效的 所以如果说我接下来都乖乖的话 那我如果乖到1月2号 那这个strike呢就没有了 这样子所以前科是可以把它洗掉的 那但是我如果在这1月2号之前 那这段时间我又犯了的话 那就是两周了就不是7天而已了 不是一周而是两周 那或许第三次就频道就拜拜了 那当然这很烦喔 因为我是一个很希望能够每天给大家英文能量的人 所以被禁止了7天不能讲话 那我非常不开心 那我即便有申诉 可是这个申诉就是没有给我任何回应 或许他们觉得这没什么回应的 你就忍7天是会死喔 那我还真的觉得有点想死 就很烦喔 反正就是很烦就觉得 因为我连续上传了 就连续发布了500多个影片 都没有停下来过 我觉得我就是在一个 I'm on a streak 就是我在一个连续的发片 像我没有讲过strike 这个连胜连败都可以用这个streak so winning streak, losing streak so I'm on a streak 结果被你这样硬生生的打断 我觉得非常的委屈 那反正过了过了 所以如果没有意外 这是我们回来的第一篇影片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说不定 因为我录的时间是礼拜六 那如果说 礼拜天 礼拜一 礼拜二发生什么紧急的新闻 我可能会把这一篇往后推就是 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我们在LINE群组里面 讨论到的一个报道 你看到这两个知识在干嘛 这是TikTok现在最流行 抖音上最流行的一个风潮 就是晒你的哪里呢 晒你的这个知识 得太阳晒得到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 我查过了 这叫做会音 好会音 简单的说 就是你的屁眼跟你的生殖器官的中间的那一块地方 就叫做会音 那你如果拿去晒太阳的话 听说有一些不错健康的好处 所以这是一个Wellness trend Wellness你知道就是健康 你知道不是Health吗 或Same Thing Well是好的嘛 你知道国中就学过这个字well 加个名词Ness Wellness 所以这是一个Wellness的trend 嗯 我们晒过当然没有啊 那我可以先说我们要负责任 那负什么责任就是 我是传递讯息的人 像我的频道一天的影片可能有好几百个人在看 甚至可能会破签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 不太健康正确的讯息轻易的传出去 我还是开始觉得有点社会责任 我们先说一下专家的看法 专家说不要在那边乱晒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个是一个在更TikTok上 你看 两个人就裸体的把自己的屁股这样对着他想晒 好像真的是非常的自由的一件事情 对不起 那我先说专家的看法 专家说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不要这么做 来我们就直接看下面这个 你看专家这个表情 Don't do that OK 那这个表情 这边说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在生殖器官附近的皮肤 是比较敏感的 而且比较容易被烫伤 不是烫伤 比较容易被burn 被晒伤 灼伤烫伤晒伤 同样的概念 英文用burn都可以 所以这里说genital skin is more sensitive and prone to burns 这个prone是一个我还蛮爱讲的字 就是什么东西很轻易的会去发生 有这个倾向去发生 我们多半不用easy这个字 因为easy真的有容易的意思 你如果在这用easy会变成是你 生殖器附近的皮肤很容易烧起来 也就是说有困难跟容易的区别 不是啊 你干嘛要去burn你的genital skin 还去做难易的分别呢 所以没有那个难易的感觉 是很容易 我又讲了容易 是有这个 是有倾向 不困难就能够让它去burn 这个解释解释的越来越早 but you probably get it don't you 所以总之 你那边的skin呢 就prone to burns 好 那什么东西会burn 太阳吗 呀 紫外线嘛 所以UV radiation can lead to skin cancer which can be aggressive 所以要是你有的UV radiation 就是紫外线 所以紫外线呢 很容易就把你的生殖器那边 就会造成皮肤癌了 OK 所以这个皮肤癌 skin cancer 可能会require这个mold surgery 找了一下下 反正就是 这种把皮肤癌 给它刮掉的一个手术就是了 所以不要这样 所以劝大家 不要轻易的去晒你的会音 我们先把它处理掉了 来我们看有些什么 可以学的英文 有什么学的英文呢 我们就先看会音这个字 怎么说呗 那怎么说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属西部 它的一个通常 你如果讲private parts 是很OK的 就你私密处嘛 所以private parts可以 而且很有趣的是 这边它都会加附属 为什么附属 可能因为那边的东西 不是只有一个 你想说 它是什么 我女生的器官 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 你知道可能有那个像 像蝴蝶翅膀一样的地方 或者像一颗小痘痘的地方 那那些都是不同的parts 所以有复数的 那更不要说男生有那一根 并且有两颗 所以这都是parts 所以private parts通常是复数 那另外一个词就是nether nether regions 也可以 也是就你的熟悉处 所以这里说的private parts between the legs the groin or buttocks 所以groin一样就熟悉处 那这个buttock就是屁股 你看这个字 如果把后面的ocs去掉的话 就是but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屁股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会音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教你这个字 但会的也无所谓 总之对不对 这种英文字 所以perineum perineum 那下面一个形容词 在刚刚的图片上 perineum 所以会音perineum 那这边就是perineum sunning 它特别加这个字 sunning这个字 来表示是来去晒它 那还有一个这个是我在那个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那个特技的呃的一个电影叫jack ass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去找一下他出了四集还是四集多 那总之他们就是到处自己整自己就做一些特特技表演然后一大堆受伤其中一个人还因为啊不是因为拍这电影死掉就是反正其中一个人还过时 那总之那是我很爱看的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电影 那他们有一次就用那个按摩的那种电疗有没有 他就放在他会音上然后电疗自己 反正就是就胡闹了 那那我在那一次就学到了 gooch这个字 也可以来表达会音 所以其实在这四个字里面 gooch是我最早学会的 反正也告诉你了 那taint这个字 也是我最近比较常看到 为什么会常看到 简单的说 就是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 我甚至很想把这做成一集 只是我觉得也是不是很适合拿来就给大家去分享 可是其实那个报道比现在在做这个题目还更值得说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报道是说我们的taint 尤其男生的taint 就是会音 越来越小 也就是说男生的生殖器跟屁眼长得越来越近 那这有什么好报道的 我要他们说 这其实表示我们的生殖能力越来越糟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给他contribute的原因 不是contribute 他们attribute的原因 归因的那个原因 是说塑化鸡吃太多了 所以塑化鸡吃太多 造成 所以我们这些小男生生出来的这些 就下一代 他们的这个 这两个器官长得越来越近 也就是你的taint越来越短 所以这是一个科学有研究的报道 OK 这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事实 那Joe Rogan也常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 其实还蛮有趣的 那反正现在告诉你了 所以taint这个字 是我在 大概在这一两年比较常看到的这个字 就因为Joe Rogan常拿出来讲 这样 好 所以gooch taint跟perineum 都是会音 那最后这个grondo这个字 反而是我 对这个字我是不熟的 那反正他也是 那就是了 好 下一位会音 讲了半天我们没有带到文章 那不行 我们还是要带一下文章 那 好 你看这边他的标题说 TikTok being taken over by people signing their perineum again 为什么讲again 因为其实几年前流行过一次 那可是那时候还没有TikTok 那这一次呢 现在他又卷土重来了 又流行了一次 来吧 先看这第一句 我觉得这很好笑 第一句 为什么说这句很好笑 因为 我这样子 改成这个mode 好像文章会不见 好吧那我们改回来好了 来在这里 所以他第一 这文章第一句话 他 他写的是这个句子 say it ain't so 我看了就笑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句子应该是 say it ain't so 才对的 那什么叫做say it ain't so 他不太有文法能够解释的部分 说实在的 这句话就是一个很通俗的 的一个英文的拿出来会过来主要上讲的一个成语吧 大概可以这么说 那他的意思就是 啊不会吧 啊不是吧 这样子 像例如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你这个 你努力的 这个考试 研究托福 然后 结果后来竟然 呃官方宣布说托福这个成绩啊 从9月以后就不奏效了 我们要把这个组织cancel掉 那你如果想要出国读书的话 请你去考雅士吧 没有托福这回事 然后就 啊不是吧 哦 say it ain't so 所以这时候就会说出这句话 ok say it ain't so ok 好所以不会吧不是吧这样子 那他就把这句话玩了一下下 这个 ain't他加了一个t在前面 他就变成了taint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会音 所以你看他这一个报道说 say it ain't so 就啊不是吧 又来卷土重来一次 大家晒会音 我觉得这句还蛮有意思的 像这样当开头 所以接下来说 a new round of tiktok videos has people sunning their perineum again 所以呀 所以大家有一些tiktok的video又 又显示出大家又开始塞那个地方了这样子 ok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 看有些什么可以说的 a host of benefits yes 所以又介绍一下我们常说的一堆什么东西 所以proponent of the pubic practice claim that sunlight on one's nether regions provides a host of benefits 你看这里看看nether regions 我们刚才看过你的熟悉处 proponent就是支持者 所以支持这一个做法的人 这边这个字不是public 虽然说这很小我非常的抱歉 我看能放大一点点 所以做这件事情的人 那这不是public 这是pubic 什么是pubic 就是你的那个区域 OK pubic pubic region 所以他们声称啊 这个太阳对你的nether region 是很好的 a host of benefits 就是一堆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一定要看yes 所以其他的一些这个 有网路上有这个影响力的人 就把这个东西比作喝咖啡 那liken这个动词 我们也介绍过 也是个复习 我先给你看一下 它的结构大概长什么样子 就是something 就xliken's y to z 所以主词liken y to z 那它的意思是呢 我把y比作z 因为like这个词 你知道就像嘛 所以y就像z一样 所以我把这个句读一下给你听 other influencers 其他的这些 网路上的影响者 have likened the results to a cup of coffee OK 所以他把这个result 也就是去塞一下 那个地方的结果 the result 比作为a cup of coffee 喝杯咖啡一样 所以那这里用的是 现在完成是 so other influencers have likened the results to a cup of coffee 或者比作另外一件事 所以他or之后 另外一个事情 如果不是咖啡的话 就像是充电一样 or to recharging their batteries 我记得上个礼拜 有个朋友问过 to后面什么时候加ing 我要你看这里就是 那我知道有另外一个同学 帮我解释一下下 解释得非常好 感谢你 老师有点忘记你的名字 所以这边 liken the result to a cup of coffee 前面这个to a cup of coffee 不就是to加了 受词吗 对不对 a cup of coffee 那你可以再说 那或者呢 或者是比作充电 所以又来一个to 所以就像是 就跟前面结构一样 liken the results to 另外这件事情 充电 那就不是recharge 我要把它改成recharging 因为才是冬名次 OK or to recharging their batteries 像冲他们的电一样 so that's cool 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是有UV exposure的 就是有紫外线的这个暴露 那可能就会造成你有皮肤癌 因为那边的皮肤特别的sensitive 比较thin一点点 所以请你不要把你的会音 晒成皮肤癌 到时候那边如果要去刮的话 应该是蛮丢脸的 我觉得蛮害羞的 好那很高兴我们的频道终于回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